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屡层兵 话说陈家庄众信任等 将诸阳生礼与行者八戒 轩轩攘攘直台至灵感庙里排下 将同男女设在上手 行者回头 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 正面一个金字排位 上写灵感大王之神 更无别的神像 众信百列停荡 一起朝上叩头道 大王爷爷 今年今月今日今时 陈家庄记主陈诚等众信 年甲不齐 谨遵年利 贡献同男一名陈官宝 同女一名陈仪秤金 朱阳生礼如树 奉上大王享用 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祝爸烧了纸马 各回本宅不提 那八戒见人散了 对行者道 我们家去吧 行者道 你家在哪里 往老陈家睡觉去 呆子又乱谈了 既允了他 去与他了着怨心才是的 你倒不是呆子 反说我是呆子 只哄他耍耍便吧 怎么就与他计赛 当起真来 莫胡说 为人为策 一定等了大王来吃了 才是个全史全忠 不然 又叫他降灾遗害 反为不美 正说今 只听得呼呼风响 八戒道 不好了 风响是纳化而来了 行者指教 莫言语 等我答应 请客间 庙门外来了一个要挟 你看他怎声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心 腰缠宝带绕红云 眼如晚出明星角 牙似虫排巨齿分 足下烟霞飘荡荡 身边雾矮暖熏熏 行时阵阵阴风冷 立处层层煞济温 却似卷帘浮驾将 犹如震似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 今年祭祖的 是哪家 行者笑阴阴的答道 承下问 庄头是陈城陈青家 那怪文达 心中疑似道 嗯 这童然胆大 言谈伶俐 常来供养受用的 问一声不言语 再问声下了魂 右手去捉 已是死人 怎么今日这童男 善能应对 怪物不敢来拿 又问 童男女叫什么名字 行者笑道 童男陈关宝 童女一称金 怪物道 这祭祭 乃上年旧归 如今贡献我 当吃你 行者道 不敢抗拒 请自在受用 怪物听说 又不敢动手 拦住门喝道 你莫顶嘴 我常年先吃童男 今年倒要先吃童女 八戒慌了 大王还照旧吧 不要吃坏栗子 那怪不容分说 放开手就捉八戒 呆子扑着跳下来 献了本相 彻钉爬 拼手一住 那怪物缩了手 往前就走 只听着当地一声响 八戒道 猪破甲了 行者也献本相看出 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 贺声 赶上 二人跳到空中 那怪物 因来附会 不曾带着兵器 空手在云端里问道 你是哪方和尚到此欺人 破了我的香火 坏了我的名声 行者道 这破物原来不知 我等 来东土大唐圣僧三藏 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 昨阴 夜遇陈家 文有邪魔 假号灵感 年年要同男女祭赛 是我等慈悲 拯救生灵 捉你这破物 趁早时时共来 一年吃两个同男女 你在这里撑了几年大网 吃了多少男女 一个个算款我 饶你死罪 那怪闻言就走 被八戒又一钉耙 未曾打着 他画一阵狂风 钻入通天河内 行者道 不消感叹了 这怪想是河中之物 且在明日设法拿它 送我师父过河 八戒一言 进回庙里 把那珠阳祭礼 连桌面一起搬到陈家 此时唐长老 杀和尚 供陈家兄弟 正在听中后信 忽见他二人将 珠阳等物都丢在天井里 三藏迎来问道 悟空 祭赛之事何如 行者将那称名赶怪 钻入河中之事 说了一遍 二老十分欢喜 机命打扫厢房 安排床铺 请他师徒就寝 不提 却说那怪得命 回归水内 坐在宫中 默默无言 水中大小眷族问道 大王 每年想祭 回来欢喜 怎么今日烦恼 那怪道 常年想必 还带些 余物余如等受用 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 造化堤 撞着一个对头 几乎伤了性命 中水族问 大王 是哪个 是一个东土 大唐圣僧的徒弟 往西天拜佛求经者 假便男女坐在庙里 我被他献出本相 险些而伤了性命 一向闻的人讲 唐三藏乃时事修行好人 但得吃他一块肉 严寿长生 不及他手下 有这般徒弟 我被他坏了名声 破了香火 有心要捉唐僧 只怕不得能够 那水族中 闪上一个班医贵婆 对怪物 魁魁败败 笑道 大王 要捉唐僧 有何难处 但不知捉住他 可赏我些酒肉 那怪道 你若有谋 共同用力捉了唐僧 与你拜为兄妹 共喜享之 贵婆拜谢了道 九之大王 有呼风唤雨之神通 脚海翻江之势力 不知可会降雪 会降 既会降雪 不知可会坐冷结冰 更会 贵婆鼓掌笑道 如此极异极异 那怪道 你且将极异之功 讲来我听 贵婆道 今夜有三更天气 大王不必迟疑 趁早做法 起一阵寒风 下一阵大雪 把通天河 进阶冻结 着我等善变化者 变作几个人行 在于路口 背包持伞 担担担推车 不住的在冰上行走 那唐僧取经之心 甚极 看见如此人行 断然踏兵而渡 大王稳坐核心 待他脚踪响处 蹦裂寒冰 连他那徒弟们 一起坠落水中 一股可得也 那怪文言满心欢喜 哎呀 甚妙甚妙 急出水浮 踏长空 腥风作雪 劫冷凝冻成冰 不提 却说 唐长老师徒四人 歇在陈家 将近天晓 师徒们 勤寒枕冷 八戒 磕歌打仗 睡不得 叫道 何师兄 冷啊 你这呆子 特不掌军 出家人寒暑不清 怎么怕冷 三藏道 徒弟 果然冷啊 你看 就是那 重勤无暖气 袖手似揣冰 此时半夜 垂霜蕊 苍松挂洞陵 地裂阴寒慎 持平为水宁 渝州不见首 山寺赈逢僧 乔子愁柴少 王孙喜探增 王孙喜探增 征人须四铁 诗客 笔如灵 皮稿油闲薄 雕囚上恨轻 仆团江老纳 纸杖绿 纸杖绿 袖背 重一入 浑身 战斗铃 尸徒们都睡不得 爬起来穿着衣服 开门看出 哎呀 外面白茫茫的 原来下雪 行者道 怪到你们害冷的 却是这般大雪 四人眼瞳观看 好雪 干见那 铜云密布 惨物重进 铜云密布 朔风凛凛好空 惨物重进 大雪纷纷盖地 真个是 六出花 片片飞穷 千林树 朱朱待遇 须鱼积粉 请客成年 白鹰割尸素 浩贺羽毛铜 平天无处千江水 压倒东南 几树煤 却便似 战退玉龙三百万 果然如拜林残甲 满天飞 哪里得东锅吕 圆安卧 孙康印渡 更不见 紫游州 王公碧 苏武参战 但只是 几家村舍如银器 万里江山 似玉团 好雪 柳旭曼桥 梨花盖舍 柳旭曼桥 桥边鱼手 挂缩衣 梨花盖舍 射下野翁 微孤渡 客子难孤酒 仓头苦蜜梅 洒洒潇潇 柴蝶翅 飘飘荡荡 剪额衣 团团滚滚 随风市 叠叠层层 道路迷 阵阵寒威 穿小木 嗖嗖冷气 透幽围 风年祥瑞 从天降 堪赫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 纷纷洒洒 果如简欲飞绵 师徒们探完多时 只见 陈家老者 拙两个同仆 扫开道路 又两个送出 热汤洗面 须余 又送滚茶乳饼 又抬出炭火 拒到厢房 师徒们续作 长老问道 老师主 贵处时令 不知可分春夏秋冬 陈老笑道 此间虽是辟地 但指风俗人物 与上国不同 至于朱帆古苗牲畜 都是同天共日 岂有不分四十之礼呀 三藏道 既分四十 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 这般寒冷 陈老道 此时虽是七月 昨日已交白鹿 就是八月节了 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 三藏道 哦 甚比我东土不同 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正化间 又见同仆来安桌子 请吃粥 粥罢之后 雪比早间又大 须于平地有二尺来身 三藏心交垂类 陈老道 老爷放心 莫见雪深忧虑 我设下 颇有几袋粮食 供养得老爷们半生了 哎 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啊 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 摆大驾 亲送出关 唐王御守秦碑奉剑 问道 几时可回 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 顺口回奏 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 自别后 尽以七八个年头 还未见佛面 恐为了亲县 又怕的是妖魔凶狠 所以焦虑 今日有缘 得欲贪腐 昨夜渔徒们略识小会报答 实指望求一船之渡河 不惜天降大学道路弥漫 不知几时才得工程回故土也 陈老道 老爷放心 正是多的日子过了 哪里在这几日 且待天晴化了兵 老桌倾家废产 必处置送老爷过河 只见一同又请进早斋 到厅上吃壁 续不多时 又五斋相继而进 三藏见品物丰盛 再次不安道 啊 既蒙渐流 只可以家常相待 老爷 赶蒙替记救命之恩 虽逐日设言奉款 也难愁难谢啊 此后大雪方柱就有人行走 陈老见三藏不快 又打扫花园 大盆驾火 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 八戒笑道 那老儿特没算计 春二三月好赏花园 这等大雪又冷赏完何物啊 行者道 呆子 不知事 雪景自然幽静 一则有赏 二来与师父宽怀 陈老道 啊 正是正是 C子邀请道员 但见景值三秋风光如蜡 苍松节玉蕊 摔柳挂银花 阶下玉胎堆粉屑 窗前翠竹土穹芽 巧石山头 养鱼池内 巧石山头 削削尖锋排玉笋 养鱼池内 清清活水 做冰盆 临岸芙蓉 焦色浅 棒牙木锦 嫩枝锤 秋海棠 全然压倒 辣霉树 辽发心枝 牡丹亭 海流亭 丹桂亭 亭亭进 鹅毛堆积 放怀处 款客处 浅信处 处处皆 叠斥扑曼 两篱黄菊 玉霄金 几树担风 红见白 无数闲庭 冷难道 且观雪洞 冷如冰 那里边 放一个 寿面相足 铜火盆 热轰轰 炭火财生 那上下 有几张虎皮搭扇 七交椅 软温温 纸窗扑射 四壁上 挂几轴 明宫古画 却是那 七弦过关 寒疆独调 跌杖 曾鸾 团学景 苏武参瞻 折眉逢使 琼林玉树 写寒文 说不尽呢 嘉尽水亭 鱼一埋 雪迷山境 酒难辜 真个可堪 荣熙处 算来何用 仿澎湖 众人观完两酒 就于雪洞里坐下 对灵手 道取经之事 又捧香茶 饮闭 陈老问 列为老爷 可饮酒吗 三藏道 贫僧不饮 小徒略饮几杯 素酒 陈老大喜 急命 取素果品 炖暖酒 与列为汤寒 那同仆 积台桌为炉 与两个林手 各饮了几杯 收了家伙 不觉天色将晚 又仍请到厅上晚斋 只听到街上行人都说 好冷天哪 把通天河冻住了 三藏文言道 悟空 冻住河 我们怎生是好 陈老道 啊 乍寒乍冷 像是进河边 潜水处冻结 那行人道 把八百里都冻得四镜面一般 路口上有人走呢 三藏听说有人走 就要去看 陈老道 老爷莫忙 今日晚了 明日去看 随此 别阙临走 又晚斋毕 依然歇在厢房 即次日天晓 八戒起来道 师兄 今夜更冷 想必何动住也 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 众位护教大神 弟子一向膝来 潜心拜佛 苦力山川 更无一声抱怨 今至于此 赶得皇天幼柱 洁洞河水 弟子空心泉泻 待得金回 奏上堂皇 洁成仇达 礼拜毕 遂叫悟精背马 趁兵过河 陈老又道 莫忙 待几日雪荣兵解 老桌这里 伴船相送 沙总道 就行也不是话 再住也不是话 口说无凭 耳闻不如眼见 我背了马 且请师父亲去看看 陈老道 言之有理 小弟们 快去被我们六匹马来 且莫被唐僧老爷马 就有六个小姐跟随 一行人静往河边来看 真个是 雪姬如山耸 云收破小情 寒宝 寒宁楚塞千锋兽 兵结江湖 一片平 朔风凛凛 滑动 冷冷 池鱼 微蜜枣 野鸟 练枯茶 塞外征服 聚坠指 江头 梢子 乱敲牙 猎首富 断鸟族 果然冰山千百尺 万鹤冷浮银 一川寒浸玉 东方自信 出江残 北地果然有属库 王翔卧 光武渡 一夜西桥连底固 去找杰棱层 深渊重叠户 通天阔水更无波 皎洁冰漫 如陆路 三藏鱼一行人到了河边 热马观看 真跟那路口上有人行走 三藏问道 施主 那些人上兵往哪里去 陈老道 河那边乃西凉女国 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 我这边百钱之物 到那边可值万钱 那边百钱之物 到这边 亦可值万钱 力重本轻 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 常年驾 有五七人一船 或十数人一船 飘扬而过 现如今河道洞主 故舍命而步行也 三藏道 哎 世间是为名利最重啊 死他为利的舍死忘生 我弟子奉旨全中也只是为名 与他能差几何 悟空 快回施主家 收拾行囊 叩备马匹 趁此层兵 早奔西方去也 行者笑吟吟答应 沙松道 师父啊 常言道 千日吃了千生米 今已拖来臣府上 且再住几日 待天晴化洞 伴船而过 忙中 恐有错言 三藏道 吴京 怎么这等余见 若是真二月 一日暖四一日 可以带得冻结 此时乃八月 一日冷四一日 如何可便忘解冻 却不诱误了半载行程 八戒跳下马来 你们且休养闲口 等老朱试看 有多少厚薄 行者道 呆子 前日试水能去抛食 如今冰冻重漫 怎生事的 八戒道 师兄不知 等我举钉扒助他一下 假如助破 就是冰薄 且不敢行 若助不动 便是冰厚 如何不行啊 三藏道 正是说得有理 那呆子 撩一拽一步 走上河边 双手举爬 尽力一注 只听扑的一声 注了九个白济 手也震得生疼 呆子笑道 去的去的 连底都顾住了 三藏门言 十分欢喜 与众同回陈家 只叫收拾走路 那两个老者 苦留不住 只得安排些干粮 烘炒 做些烧饼 磨磨相送 一家子磕头礼拜 又捧出一盘子 散碎金银 跪在面前道 多蒙老爷 活子之恨 撩表图中 一泛之境 三藏白手摇头 只是不受道 贫僧出家人 财博何用 就途中也不敢取出 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 收了干粮足矣 二老又在央求 行者用指尖而碾了一小块 约有四五钱重 递与唐僧道 师父 也只当些不识趁钱 莫叫空腹二老之意 随此相相而别 竟至河边冰上 那马蹄滑了一滑 险些二把三藏跌下马来 沙僧道 师父 难行 八戒道 且重 问陈老官 讨个稻草来我用 行者道 要稻草何用 那你哪里得知 要稻草包着马蹄 方才不滑 免叫爹下师父来也 陈老在岸上听言 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 却请唐僧上岸下马 八戒将草包裹马足 然后踏兵而行 别臣老离河边 行有三四里远近 八戒把九环西杖 递与唐僧道 师父 你横此在马上 行者道 嘿 这呆子奸诈 西杖原是你挑的 如何又叫师父拿着 你不曾走过兵陵 不晓得 凡是冰冻之上 必有灵眼 躺货洗着灵眼 脱江下去 若没横丹之物 孤独的落水 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 如何钻得上来 须是如此架住方可 行者暗笑道 嘿嘿 这呆子倒是个 今年走兵的 果然都医了他 长老横丹着西杖 行者横丹着铁棒 沙僧横丹着降摇宝杖 八戒 尖挑着行李 腰横着钉耙 师徒们 放心前进 这一直行到天晚 吃了些干粮 却又不敢久停 对着星月光滑 映着冰冻上 亮灼灼 白茫茫 只行奔走 果然是马不停蹄 师徒们莫能合眼 走了一夜 天明 又吃些干粮 往西又进 正行时 只听得冰底下 啪啦一声响亮 险些儿下倒了白马 三藏大惊道 徒弟啊 怎么这般响亮 八戒道 这河 特也动得结实 地铃响了 或者这半中间 连底通固住了 三藏门言 又惊又喜 侧马前进 攒刑不提 却说呢 要挟 自从回归水府 引重惊 载于冰下 等候多时 只听着马蹄响出 他在底下弄个神通 哗啦的 蹦开冰冻 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 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 三人进阶脱下 那妖邪 将三藏捉住 引群精进回水府 历声高叫 贵妹何在 老贵婆迎门失礼道 大王不敢不敢 妖邪道 贤妹何出此言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 原说听从辱记 捉了唐僧 与你败为兄妹 今日果成妙计 捉了唐僧 就好媚了前言 小弟们 抬过暗桌 磨快刀来 把这和尚 豪富温馨 包皮寡肉 以必将响动乐器 与贤妹共而食之 严寿长生也 贵婆道 大王 妾羞耻他 恐他徒弟们 寻来吵闹 前命奈两日 让纳斯不来寻 然后抛开 请大王上座 众眷族还列 吹弹歌舞 奉上大王 从容自在享用 却不好耶 那怪一言 把唐僧藏于宫后 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 盖在中间不提 却说八戒沙僧 在水里捞着行囊 放在白马身上驼了 分开水路 涌浪翻波 覆水而出 只见行者在半空中 看见问道 师父何在 八戒道 师父姓陈 明到底了 如今没处找寻 且上岸再作驱逐 原来八戒本是天鹏元帅林凡 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 沙河上是流沙河内出身 白马本是西海龙孙 故此能知水性 大圣在空中指引 须于回转东崖 晒刷了马匹 枕掠了衣裳 大圣云头暗落 一同到于陈家庄上 早有人抱于二老道 四个取经的老爷 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 兄弟急忙接出门外 果见衣裳还湿 道 老爷们 我等那般苦流 却不肯住 只要这样放休啊 怎么不见三藏老爷 八戒道 不叫做三藏了 改名叫做陈到底也 二老垂磊道 可怜可怜啊 我说等雪蓉被传相送 兼之不从 致令丧了性命 行者道 老儿 莫替古人担忧 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 老孙知道 绝然是那灵感大王 弄法算计去了 你且放心 与我们将将衣服 晒晒关闻 取草料喂着白马 等我弟兄寻着那丝 救出师父 索性捡草除根 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 树鸡永永得安生也 陈老文言满心欢喜 急命安排斋供 兄弟灾人 饱餐一顿 将马匹行囊 交与陈家看守 各种兵器 竟往道边 寻师勤怪 正是勿踏层兵 伤本性 大胆脱漏 怎周全 毕竟不知 怎么救的唐僧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